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比如乡亲 朋友 只要从台湾来的人 都会对台湾的健保念念不忘 那只要从台湾来到美国的人像我一样 我坦白讲我身上一个保险都没有 因为保险太贵了 我保不起 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全民健保这种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健保制度 很像在资本社会主义不太能够通 那欧巴马我们知道 欧巴马他是一个有点典型的一种社会主义的信徒 所以他提出一个全民健保 大家都有健保可以享受的时候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就引起很多不同的声音 因为会侵犯到很多资本主义 应该要有的一些利益方面 这个问题我个人看是有啥啥 我看没清楚 那但是呢我们林延青医师呢 他本身是医生 他自己又有他的医院 对这问题呢他是辽若指掌 今天非常高兴 他的证件就是要 reform health care的这个制度 今天太好了 今天我们请他唱首预言好吗 把我们这个所有的 从欧巴马开始好吗 讲到我们加州 然后讲到他上任以后 他要怎么样来对这个health care 做出更好的制度 来林医师太好了 你来讲这个最差当的一选 我在医疗界已经做了34年了 那所以医疗的改革 从80年代开始我就有参与 那现在这个大家一定要借力实力 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所有的加州人 都可以有 affordable health care 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健保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做得到 我从十年前的时候 人家访问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讲 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要 让每一个加州人 都有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 该怎么做 我看了很多了 加州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加州的医疗健保 本身有很多不需要不必要的浪费 第一个就是诉讼 法律诉讼的程序 很多不需要的诉讼 很多不需要的保险 像一个医院要买一个保险 要买几百万几千万的保险 那一些医生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 Michael的一个talk reform的时候 一个副长医生 一年要20万美金的保险 那也最近我80年代的时候 给他reform了一些talk reform 现在副长医生 保险只要七八万 但是还是很高 20万降到七八万 七八万对 哇好高厉害 这个talk reform 这个我叫法律的这个 法律的这个改变的时候 让不会说动不动就没有理由 就随便要告人家 好像要赢乐透一样的 告到你就赢到乐透 只要我能够法律的reform的时候 reform的好的时候 医疗健保的这个浪费 可以减少30%到40%的浪费 这是第一个 就是对不起 就是你的重点在法律上 法律上的reform 对对 要reform 第二法律reform的时候 医生就不会浪费这个资源 像这个医生 要看这个病人 我就用我的诊断 我如果你这样吃药 这样做就可以 但有一些考虑到说 这样做这样吃药 一年两年以后 万一他有癌症 回来告我 我不是倾家当者 说又把你做这个 所以不需要检查 这个保险 这个检查全部都做掉了 是是 医疗的成本就增加很多 这是不对的 是 那么这些 假如能够减少这些浪费的时候 就可以 可以 可以每个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资源的浪费 在资源向前冲 Federal来 Federal到Sacremantle 在Sacremantle 要再来到我们南加州的时候 这中间的时候 每一层都被拨到 10%到12%的去 这要拨几层 要拨几层 拨超五六层 五六层 那剩下2% 3% 对对对 都剩下四五十八 到最后到了 像这个前冲 离开Sacremantle 他又抽了13%的去 这中间这些 所谓的管理费 其实是不需要的 假如把这管理费 能够缩小的时候 让这个管理能够更精准的时候 这些钱其实是可以让 很多当中公众 降低很多的保费 让很多人可以 参加这个健保 很多人参加的时候 健保费会变得更低 这讲起来是很简单 那要去实行 这理念就是说 要削减一些浪费 让健保变成每一个人 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保险 这个对我个人 相信我这种人很多 买不起保险人 听到简直是太好的福音了 应该要这样做 那我知道 前阵子看到报纸有说 你到医院去 你跟他说 我没有保险 我只有现金 反而交的钱 比有保险还要缴的少 简大姐 你对这个畸形现象 你怎么看 我从前 在南加州大学上班的时候 是 里面看到联邦政府 拨下来的 这个款 41% 是做他的 administrative的费用 100块 联邦政府 Washington D.C.给你的 那给你的是100块 真正到你手上去分给研究员去用的 是 这个100减到41 剩下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你一直说 从法律上的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应该就是说 中间的这个不需要的这个过程 管理费用 管理的费用 应该要 应该要 合理的管理费用 3% 5% 那没有话讲 但是要拿到 10几% 20% 有些到你的手上 已经40 50% 已经拿掉了 那林医师 对不起啊 简大姐我先请教 因为这个被拿掉这部分 这属于利益的分账者 你要打破这个弹劾容易啊 林医师 所以每一层都有 每一层 他要来要的 是 每一层 不过这个观念是这么好 奥巴马的这个观念是这么好 希望人人都有保险 因为他妈妈当年得了这个乳癌 拖延了救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说起来是很好 林医师我倒想要问你 为什么在医界 这么多医生反对奥巴马的这个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实行起来的时候 会有技术上的困难 而且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第一个 你说每个都有健保 那第二个 你叫所有的商家 要负担这些健保 你没有把这些健保制度 弄得完全的时候 你可以健保每个商家 像目前来讲 要付你的员工 一个月已经一千多块的这个 然后要付每一个员工 那很多商家实在是付不起 又引起更另一波的商家 要出走潮 又是技根软的问题 对 还有那个保险公司 也对这个很寒心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说 你这样子过来的时候 周政府把钱拨过来的时候 他在管理方面 很多人里面就把钱拿去了 事实上到保险公司 能够使用的钱也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 一个新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 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说 让每个人来参保 但是州政府 与其说就拿那么多管理费用 把这个参与这些保险 像你没有健保对不对 你的参与 你买一些 周政府给你补贴一些 那你就每个人都参加 对 这样保费会降低很多 每个人都有健保 那么再加上 把一些talk reform 因为不必要的诉讼拿掉 不必要的浪费拿掉 健保会变得很合理 奥巴马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呢 我老师跟你报告 大概是没有 那来到加州怎么办呢 他们还需要一个人叫林元清医师 来帮他做 今天林医师跟我们讲述他的看法 reform the healthcare 最主要是法律上 我认为是对症下药 画几个大饼 没有完全的制度的话 我认为我是说假的 算算的 但林医师不一样 他知道病症在哪里 怎么样下手怎么样治疗 我认为这点是从令我个人 以及相信很多人充满期待 下一个很重要 议算的平衡 议算再不平衡 所有话的免谈 我们最后一个 林医师第四个证件 就是平衡议算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他 如何平衡加州的议算 好我们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